景泰兰被称之为中国国理,它呢也是燕京八爵之一,距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。 传说啊,景泰兰的这个工艺呢,是女娲娘娘托梦给老江人的。 到了明代景泰年间,这种工艺技术制作达到了最巅峰,运用的这种矿物质油料又多以蓝色为主,所以得名景泰兰。 景泰兰又称之为铜胎掐丝发廊,俗称发廊又叫做嵌发廊,它呢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形上,用这种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斑纹汗上,然后呢再把发廊质的色柚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器物。 你们猜猜,制作一件景泰兰需要多少道工艺? 景泰兰的制作呢,是需要制胎,掐丝,点缆,烧兰,磨光,镀金,一共有六道大的流程,一百零八道小的流程。 那在每个流程之中呢,还会有无数的小细节。 繁复的花纹,精细的工艺,是对心理和体力的双重考验。 每一件器物,它从设计到制作,再到反复的点缆,烧制,都是需要将人们极致的付出。 而每一个步骤,也都是有着外人不知道的枯燥和危险。 如果不是真的挨这一行,是坚持不下来的。 国粹的传承远远不是说说那么简单,它是几代人的坚守,是浓于血脉的权权降薪。